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奇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03集的节目 听我的声音就知道 我好像心情不错 还蛮开心的了 那具体怎么样呢 有空再给大家做分享好了 那今天给大家做的 又是一个不能够变形的变形金刚玩具 最近不下数次提过 最近这一类的玩具 在我的节目里头的比例会蛮提高的 布鲁克积木变形金刚群星版 这是第三段了 取名的绝处风生 虽然我感觉不知道有什么危险的感觉 那么这是这款授权的商品 在台湾其他的讨论度也是相当不错的 那这是一个九盒的完整版的套装 里头一共有音波声波的隐藏款 这个抽动几率只有三十六分之一 其他就是大黄蜂 铁扎的龙形人形通天小 注意他不是白色的OP 他直接给他命名叫做通天小了 还有size wipe红色警戒原色版的声波 还有清扫机跟碾牙机两个工程合体的 单体小盒子的包装金光闪闪 我真的觉得印刷的很漂亮 这盲盒来抽的话你就觉得颇有质感 那玩具的实体大小的话就是跟这里有进口做一个标示了 首先我们来讲横炮跟红色警戒 他们是首次出现在这个布鲁扎机木的这个系列里头的 两个人物的话只有面部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可以看到红色警戒的嘴唇稍稍有点微微张开 而横炮则是一个比较闭嘴沉默的一个形象 其他的话的模具都是相同的 只是涂装上面略有一些修改 那由于这个上面有涂装的关系 所以红色警戒的手上这个感觉就比较像是一面盾牌 非常的有意思 造型也是很干净利落 导角处理也很棒 那么肩上的导弹的话呢都是有分件的 前后其实都有分件 这款红炮其实也是有分件 接下来的大黄蜂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是它有一个比赞的这个拳头的踢管手 而且只有这只手只有左手有而已 右手是没有的 另外就是一个手臂上的一个小型的电视吧 里头是一个斯派克 可以表现出一个它跟斯派克讲话的样子 但是你这个手指头的话呢 还是给它比个赞吧 其实它也有其他的替换的手掌 也有拳头跟爪型 但是呢我就呢给各位展示一下 它这个特殊的造型 那么另外它的一个武器 是有发射的特效件的 那么大黄蜂本身的这个脚掌的造型呢 做得很大 非常有意思 那这个的话呢 要跟各位提一下 先前的一波呢 有推出过Crit Jumper 所以我特别把它拿出来做个对比 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两个人是不是有头模 其实并没有啊 各位可以看到 头雕的话呢就已经不一样 脚掌的话呢 甚至小腿的造型呢 都是不一样的 这一代 那布鲁克基木的话 由于它的这个大腿 跟这个大臂的部分呢 全都是共用模具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不 不做特别的一个对比了 主要就是给大家提一下 这两个人物的话呢 基本上呢 你是可以同时都入的 工程合体里头的这个叫做碾压机 好 这个碾压机的话呢 它跟其他几个模具有个地方不一样 它的胸口是可以打开的 这个地方可以翻出来 然后这是它特殊的一个造型的部分 那么面雕的话呢 它的一个分件做得比较好 眼睛脸 还有头部前后啊 分件做得比较多 另外这个是叫做清扫机 清扫机的话呢 则是后面多了一个 这个怪手的这个耙子 它这里的话呢 是有这个齿轮的 它会稍微去卡一下 卡一下啊 它是有一个 会有虚位的一个状态 末端这个地方的爪子的话呢 则是没有啊 但是这个造型的话 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有趣啊 作为一个工程合体的话呢 我们就把之前一拨 它的另外两个同伴呢 我们一起拿出来做个 合照 这个是Long Ho吧 对吧 然后还有一款 这个是水泥搅拌车啊 目前的话呢 工程合体 六个成员里头 已经出现了四个了 再来的通天小啊 其实呢 它最漂亮的是它的斧头了啊 这个 我都喜欢戏成这种蓝白配色 有点青花瓷的感觉 斧头很长啊 你要两手持的话呢 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武器我们可以拿下来 这样子一轻轻一碰 然后这样一来 就有两手持斧头的一个状态 胸口的这个车窗 这个里头的这个贴纸还是什么 这印刷也是很漂亮的 面部的话呢 红眼啊 这是哎 奇怪 我是不太记得它是红色的眼珠嘛 那这个后面整个是雪白的 那我们就对比一下先前推出的相同模具的几个人物 这个是紫色的一个就是报应之尊吧 那我提一下啊 这款玩具因为我之前有给它喷过消光器 所以说它的颜色可能跟大家紫色会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 以及它最初的这个基础配色的这个红色的OP啊 我们也拿出来 做个简单的合照 把它做个合影的啊 那如果我们将三位摆在一起合照的话呢 也可以清楚的做一下它的配件的对比啊 基础模具的OP是有大枪 还有一个能量斧 而这款通定小呢 则是一个实体的 有一个蓝色的 像是这个赛波塔内战的时候那种斧头 那当然枪也是有的 反而是这一款紫色的这个版本的话 它只有一把把枪 再来的铁渣算是这一次的一个重头戏之一了啊 它的背后三角龙的头呢 我跟各位特别提一下 它这个圆形这个脚呢 它根部是一个球关 扣进去的时候真的要很用力压哦 压得我手指都很痛啊 那比较可惜的是它这个部分 翅膀那部分它没有办法再往后多翻一点点 没有办法折叠 略微的可惜 那它的武器呢 是一把这个火焰剑还是什么啊 然后呢 它的颜值的话呢 我觉得是 也是用帅字来形容啊 那我们的话呢 先前一个一波呢 已经推出过了钢索 两个看起来好像怎么 我觉得三角龙似乎是更壮一点了 因为它后面的造型比较大吧 再来的三角龙铁渣的龙形态 这是我这一波里头最喜欢的玩具啊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恐龙的啊 那这个地台也是有负啦 但是因为它这个造型的关系呢 没有办法平稳的站在地台上 所以我也就直接拿出玩具了啊 它的尾巴的话呢 可以左右转动 360度的转动啊 就是没有问题的啊 上下也可以动 因为它根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后方的话呢 脚侧踢下来 前后左右360度转动 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前置也是一样啊 它的部件的话呢 身体里头的部件呢 还有这个手臂的部件呢 跟人形态 基本上造型都是共用的啊 这一组的话呢 算是我觉得 此波里头呢 最值得入的两款了啊 那它的其他可动就是嘴巴 可以张开 而且它的嘴巴这里 里头是有一个插孔的 应该是还可以按插特效件 但是实际上玩具里头 并没有多付 头的可动呢 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好 它认真来说 它唯一管扫可动的可能就是 后肢这个地方 膝盖没有办法动而已 要不然的话呢 以一个Q版的龙形来说 这个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棒了 讲到特效件的话呢 上一次我抽到了 这个钢索的隐藏板 是直接是直接电镀 全部上升了啊 加上有一个特效件 我们这个火焰的特效件的话呢 也是可以让这一款铁渣呢 来做一个使用的啊 就是这样子把它给扣进去 但是我忘记 这个铁渣是不是喷火 我已经有点忘记了啊 最后就来看到 本次的隐藏款声波电镀版 这个的话呢 我没有原色的版本 所以就直接给各位看 这个已经金光闪闪的 一个金属光泽的声波了 首先的话呢 它的胸口是可以打开的 而且胸口的话呢 在组合的时候呢 真的也是要花一点力气啊 它掰进去的时候呢 是真的是需要用力插进去的啊 这个地方的组合 然后里头是有一块磁带 当然这个磁带本身是不能够变形 它本体都不能变形了 做个磁带能变形 那像什么话 然后内部有两个凸 这两个凸的话呢 就是可以刚好把这个 磁带部队的话呢 给扣上去 这样按上啊 然后它附带了一只的 Laser Beak 激光鸟 金属的一个涂装 非常的好看 那它是安插在手臂上的这个插孔 你两手都可以交换 做一个使用 又附带了一枚肩炮 肩炮的根部呢 是一个球形关节 手臂三六零度的转动 当然没问题了啊 这个枪的话呢 这个光泽啊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啊 涂装也很精美 上面的一些细节的展示 印刷啊 都很有水准啊 如果有信能够抽到的话呢 这也是非常值得收藏的一款玩具 那么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这一套 不如可积木特出的群姬版 第三弹的绝处逢生 我自己最喜欢的啊 还是恐龙的那两个人物啊 特别是它的三角龙的形态 我自己非常的喜欢 很Q版 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一套核玩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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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